这一刻你相信爱情吗 也许是去厕所的路上 那擦肩而过的惊鸿一瞥 也许是在勾巴的台上 那妖娆性感的舞姿 也许是昏暗夜店里 突然映入眼帘的两道刺目大灯 不管多么耀眼 多么女神 在我们客人的眼里 睡到了 睡多了 激情总会趋于平淡 生活开始乏味 不管妹子是否依旧风情万种 终究逃不过墙上一抹文字写的命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炮 我又回来了 首先要和各位香港小伙伴道个歉 上期视频价值观里提到某个香港小伙 虽然只是陈述事情 但也不妥 容易引发误解 香港的小伙伴们 抱歉了 然后再说明一件事 有些朋友私信阿炮 希望见个面多聊聊 约饭也好 咖啡也好 感谢感谢 心领了 但玩具 我们还是保持最纯粹的YouTuber和观众的关系 你们能通过我的视频 共情 同感 阿炮性甚至哉 就让我们维持如纯净水一般的君子之交 望成全 多谢多谢 上期视频说的是价值观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爱情观 先说我们自己吧 如果某人喜滋滋的再吃一条鱼 你问他 Hey guy why are you eat this fish 他回答 Because I love fish 哦 你爱这条鱼 所以你把它从水里捞起来 宰杀它 烹煮它 然后满足你的口舌之鱼 你并非love fish You just love yourself 如果把鱼换成你此刻正搂着的妹子呢 似乎我们口中所说的爱它 其实是更爱自己吧 也对 连自己都不爱的人 如何有资格谈论爱 爱是种状态 是过去或当下的感受 一番云语后 你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烟 对妹子说 I love you 那其实是对过去状态的肯定 爱是种暗示 是对他人和自己的洗脑 以爱为名 让自己的索取变得理直气壮 放大对方的过错上纲上线 甚至于有些畸形绑架 点滴付出必要回想 爱是一段光阴 如璀璨的烟火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更多时候 爱只存在于你的回忆中 爱是一个摊机 必须与其他元素结合 才能体现其价值 否则 燃烧殆尽是唯一归宿 没有温饱的爱情 只是空中的阁楼 爱是种依赖 是种习惯 不要说什么你的爷爷奶奶被 山无冷天地喝 爱就是一个茶包 泡酒了 爱的滋味越来越淡 亲情的滋味越来越浓 仅此而已 总结一下吧 首先是要爱自己 其次爱是自己的感受 你爱一个人其实并不需要对方同意 你随便爱 最后 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有条件的爱还是爱吗 不管对方做什么 你继续输出你的爱就行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别说什么爱 和老外一样 一句I like you也能走遍天下 没有什么纯粹的爱情 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就如同真理一般 我们可以毕生追寻 无限接近 渴望但不可及 再来说说妹子吧 来泰国寻找快乐 我们就姑且称之为循环吧 循环总会遇到新鲜感的挑战 新鲜很重要 在泰国很少有不新鲜的食物 大虾 生烟 豪仔 生食 含羞草 生嚼 甚至像是卷心菜 钢豆这类 我们习惯翻炒的蔬菜 在泰国人眼中 他们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这是泰国的文化 也是他们的习惯 新鲜 泰妹喜欢新鲜的爱情 欢场工作的妹子 大多分两种 一种是理性主义 清楚地把你定义为客人 你来 好啊 欢迎 给我买酒吧 你要可以 先把bar fine付了 你装 OK 一起演呗 另一种则是感性主义 总是在遇到一个 有好感的男人后 全力地粘住他 以为占用对方的时间 精力 甚至金钱 就能保持感情的浓度 当小伙伴的欲望和神秘感 被完全满足后 当幸福已经进门后 越来越倦怠 越来越冷漠 甚至是断崖式撤离 新鲜感总会面临 睡逆了的挑战 对于新鲜的需求 不仅妹子有 你也有 这时候 如果又出现一个 和你互动性比较强的妹子 哪怕是刚认识不久 只要双方稍微扒拉一下 新一轮的新鲜感 又会瞬间击中你 持续猛烈的 或者有节奏的撩拨 再适当加上一点 小费和酒精的助攻 一拍即合 已是定局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 功力心强 具备一定套路技术的妹子 会把你当作一个 实现自己某种需求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毕竟人家一开始 就是带着脑子来的 晕不晕车 沉不沉船 就看你自己的道横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晕了 又或者沉了 那请认真看下去 你或许听到了风声 或者从他的手机里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窥探到暗中 可能正发生这些什么 这时候想翻盘并不容易 他已经吃定你了 大多数太妹都是矛盾综合体 他需要你爱他 围着他转 但又不想让你对他管头管脚 他乐中于索取爱的各项权利 但又不会承担爱的相关责任 当然他们也极其确定 大多数的你们也没有勇气 和可能对他们的未来 做出承诺 所以啦 彼此彼此 索性一边脱掉裤子 享受当下 一边把头埋在裤裆里 不要去想明天 在欢愉的旅途中 无论是两个人生了异性 还是哪一方受到新鲜感的诱惑 开始游离 这都不奇怪 很多时候 我们和太妹所追求的爱情 都是低级阶段的爱情 一个孤独的灵魂 把另一个孤独的灵魂 当作无聊生活的小玩意 生存的基本保障 和胜利的满足工具 这种初阶的爱 本质上是受欲望感召的动物情谊 太妹不会对她的抗风险能力 抱什么期望 你也是 一旦觉得不舒服了 太妹和你较劲 或者你和太妹较劲 拖久了 难免恶语相向 或者刀兵相见 所以不要纠结保鲜技术 哪家墙 不新鲜了就换 This is Thailand 哪怕妹子还在尝试努力翻盘 还是建议你入乡随俗 遵从泰国的新鲜传统 在爱情中 最终重要的是相互滋养 共同成长 最基础的是保持边界 相互尊重和认可 这些都隐藏在日复一日的平淡中 如果只想要声色全马九池肉铃的初戒爱 那不如大方承认 我们就是个寻欢的玩家 事实也确实如此 谈什么爱情 说什么沉传 少年爱说仇滋味 为复兴此强说仇 那些喜欢追求刺激的太妹 当新的刺激来临时 是经不住考验的 或许是为了生存 或许是为了刺激 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的荷尔蒙 不必责怪她 更不要妄想去拯救她 太妹不属于你 她们属于全人类 如果你因为她们的行为感受到了伤害 那其实是你心里不平衡作祟 你因为不甘心而试图挽回 你从她身上找出一堆她的问题 你甚至试图用金钱来压制问题 你希望全世界都和你站在一起 感受你的无奈和愤怒 并一起指责他们 往往你会再次崩溃 并受到二次伤害 这时候反倒需要冷静 不必太过纠结妹子的心理 不妨换一个方向 了解一下这段不再新鲜的亲密关系中 彼此需求和供给的变化 她要什么 你能给什么 你要什么 她又能给你什么 把问题转化成关系自查的契机 而不是情绪上头 直至完全沉默 毕竟相爱也是协同合作关系的一种 合作的人变了 合作的方式变了 都有可能引发合作关系的破裂 此时 止损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说不对 阿炮你一定有解决方案的 你只是藏着掖着不说而已 好吧 一阿炮目前的段位 只有一个办法 你往海滨路走 一直走到沙滩 蹲下身子 抓起一把沙子 爱情就像你手里的沙子 抓得越紧掉得越多 想要抓住沙子 只能把它弄湿了再说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所有问题的底层原因一定是人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 就选择了什么样的关系 爱一个人的前提是先爱自己 他不爱你 就别爱他 如果一个太妹总是尝试你的底线 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来搪塞你 甚至一言不合 毫无预警地拉黑动手 那就换人 在这件事上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都说巴提亚是座不眠之称 Unsleep city 但事实上 巴提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睡 同样 别动不动就说爱 不是太妹爱上我 就是我爱上了太妹 我们来泰国不是为了爱 只是为了做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巴提亚不相信爱情 虽然不相信爱情 但黑夜既然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那我就要用它去捕捉那一道道转瞬即逝的爱情之光 好了 说到这里阿炮的失信又大发了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炮吧 撩妹 逛步行街 从明天起 关心肉架和Barfine 我有一个频道 面朝大海 春光灿烂 从明天起 认真做好每一个视频 分享我的感受 那幸福的巴提亚教会我的 我将转述给更多的人 给遇到的每一条沟壑 每一座山峰 都留下我的LINE一共备用 新来的伙伴们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拥有一个难忘的夜晚 愿你刻下一段明星的记忆 愿你遇到一位帮你成熟的妹子 我只愿面朝大海 细袖强微 我是阿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 最后再补充一句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爱情观 那都不重要 爱情的每一次初见 都只需要最简单的问候 哈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莫拉 你多大啊 二十 不 我问的是你的胸 有下来 莫拉 有下来 我会听到这里 但我会听到这里 是吗 我会听到这里 是吗 是吗 我会听到这里 等下大家